台股明天要供萬七嗎 真的供上了萬七 下一步我們該怎麼辦呢 今天指數開高走高 就收了最高 三大百人都站在買方 外資 外資在今天現貨持續的做多 而且多單 今天小增了848口 目前多單水位 還有24000多口 重點是 今天現貨買超了125億 在期貨的多單小增 所以相當於增加了28.4億元 選擇權多金額增加了 空金額也增加了 但是多的金額 比空的金額更多 也因此今天選擇 卻做多金額4.92億元 期限選總共增加了159億的 做多金額 來問一下 熊峰老師請您上台來 我們看一下 今天外資買超的前十名 外資期限選 今天都站在多方 買超的是大雅 還有ETF 趙峰金金融 元大台灣50 ETF 國泰金台積電 中信金張銀 買大型股也買ETF 外資心態如何 對我現在就意思 就一開始就說 這個很像就是演戲的想要下來 但看戲的不想讓它上場 你可以發覺到整個一個外資 它的做法是真的很偏多嗎 表面上面看起來很偏多 買了台灣50 買台積電還不夠 買了台積電 台積電是全值最大的 可是你可以發覺到它換了好多道金融股 為什麼 因為位階低 金融股的位階還是相對的低 所以就代表說 它覺得漲到了這裡 好像還有漲的可能性 可是有風險 所以我買位階比較低的 那你說外資買超低名是大雅 這是很積極的操作 那在這種大雅 因為我今天看了一下 它這個叫做隔日沖的所漲停 也就是說它這裡面來講 有假的外資 有凱基台北 一堆 那大家就懂我意思了 就是隔日沖的 買了當帳金融總成交量的十幾% 所以明天的大雅 如果你喜歡它 千萬不要在前一個小時到 前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之間 隨便去拉台去做多 因為隔日沖的明天丟出來 你可能就會去接到 看一下大雅今天長什麼樣子 大雅在今天被硬牌上來 漲停了 如果明天在網上的話 前一個小時先不要追 先不要追 因為你看今天的總成要量是幾張 十八萬九千多張 我說有十幾% 十幾%裡面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 對 快要兩萬張倒出來給你 那你當然就先等等 等到這些隔日沖賣掉再說 OK 好 所以大雅先小心 第二個是 如果外資現在又回過頭來 買基期還沒有這麼高的金融族群 這一波做波段散戶可以跟一波嗎 其實我覺得金融個股 一直沒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金融個股當然你要說 他有沒有辦法像電子個股 長那麼多 我告訴你不可能 你買金融個股 你就是要什麼 你就是要蝸牛 慢慢爬慢慢爬 但是相對性的假設大盤 因為雙背離拉回的可能性 他的風險一定比電子個股 更小嘛 長得多跌得快 這一定是這樣子 那你長得少呢 那一定就是跌得少 那我問你打星光金 因為禮拜五要叫開股東會了之後 昨天我們講一下這次經濟權可能會變天 禮拜一出現了一根價量奇洋的紅K 昨天休息一下 今天好像又要再往上攻 有沒有機會先讓他股價回到進職之上 股東會的前後你覺得會怎麼樣 其實如果以星光金目前的基本面是沒有這個價 因為他地價還是虧損的 而且他的操作真的是不太好 長起來 那所以大家買就是賭他變天 那就有兩個可能性 真的變天利多 他不能開高走低 那我覺得有可能 那第二件事情沒有變天呢 那你基本上來講話 他就很容易拉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個股裡面 就純粹做短線 純粹做短線 因為改革一個金融個股 也不是一朝一夕啦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個股 如果你已經進來了 你就是以這一天兩天之前的低點 有個多方的缺口 這裡當作你的出廠參考價 可是如果真的變天成功 一個你短出之外 拉回來你要再進 這是不一樣的 變天不成功 就這檔就不要了 變天成功短出以後 拉回 利多出進之後拉回你要進 為什麼 因為就代表他未來的獲利 長期的改革性 這個是長期的低點 這個是完全不同的操作 好 這是今天在外資對於新光金 最近持續的在賣 外資今天賣超的廣達跟投信 對坐 外資賣 但是投信在賣跟誰呢 這個這個部分就是要來看誰贏 今天投信贏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投信的部分 今天是投信贏 可是之前是外資贏 投信為什麼賣廣達 因為廣達不符合高值率的概念股了嘛 他已經漲到 剔除掉所謂的一個高值率概念 那外資就一路買買的是什麼 買的就他旗下一堆 你看這一次黃仁勳來 點名全部都是點名廣達的一個集團的個股 那我覺得這一檔個股呢 在目前這個這兩檔 這外資跟投信說實在以我來看 其實應該是外資贏 外資藏起來都做多嘛 對不對 那投信賣 有沒有賣的比今天買的更低 所以應該是外資贏 所以外資今天站在賣方 你要考慮一下 不要再去做最高 第二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KD指標 量跟KD指標放上 今天今天裡面創新高 他比大盤背離的更嚴重 那量也是背離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個股上面而言 可能廣達不太適合再去追高 但是拉回可不可以承接 以黃仁勳那麼愛廣達的情況之中 拉回裡面來講的話 如果中短線有轉落了 來到月均線 我覺得你是可以考慮再去做成 今天外資賣廣達 可是買了人寶 買了英業達 我們來看一下人寶跟英業達 今天外資還在持續的買 那人寶的股價漲這樣子 錢高是在這個禮拜一 拉回修正之後 今天再攻 就是英業達高點在上個禮拜 現在都要挑戰前高 趁著最近這樣算有修正過了吧 空手的投資人能不能追一下呢 對這是有修正過了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台北股就是這樣 大家之前買不去廣達就買英業達 然後呢在這種過程買不起技嘉 然後就去買其他的一個MV 那我要先講這個兩個的差距很大 今天的英業達可以漲是因為大家把它說 我英業達切入到所謂的晶片對不對 我不再是一個組裝公司 那他的這個個股從技術面的角度就很標準的三角形的收斂 問題是你在今天有報紙的利多的過程中 我們來看二三二四的一個人保 人保其實說實在蠻牛皮的一家公司 但這一家公司有個好處 就現在還二十幾塊錢 他長期以來就是高值率股 所以你看外資一路買 就高值率概念股 那問題就是你每天買他你不刺激啊 那你就是很溫嘛 就是那那這種個股就像你買金融個股一樣 當作純股的概念上面那是可以哦 最後一檔問一下一家一家 營收明明公布表現不錯 昨天殺了一根跌停之後 今天再破昨天跌停的低點 如果昨天賣不出去 在今天又錯昨天低點了 車上的投資人怎麼辦 其實應該是說 技嘉他基本上營收公布是雙成長 沒有錯一家一家對雙成長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大家考慮到本益比啊 對不對 他跟其他的PCB來比 他的本益比有比較低嗎 那他是從所謂的消費性的電子跨路 到汽車板 但汽車板裡面很多的本益比他還低啊 像我剛才講說 整個見頂有做那個汽車板 本益比比較低 定影投控的部分本益比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這個這一個這兩根 是因為他低價比較投機拉上來的啦 你仔細看這兩根法輪有買嗎 沒有買齁 那我覺得這檔個股是因為大家就是隔日沖 沖壞了 這個就是隔日沖 不相信大家去查這一天的沖滿面 就是隔日沖買一堆 還有這一天也是 那沖下來之後 你出量 你今日裡面再跌 那當然是不好啊 所以這檔個股訪談可以找賣點 重點是你現在有的我想住好一定說 我現在有的怎麼辦 他怎麼盤了這麼久 除非他跌破這個平臺區 不然盤這麼久是盤假的 對不對 所以他除非跌破這個平臺區 不然的話你有的人 已經那麼接近這個平臺區 你也沒有殺低的必要性 好 謝謝曙峰老師在今天幫我們判斷一下 外資跟投信 琢磨的個股的操作策略 不過說到了今天個股 你看一下漲一下跌 要不就漲兩天 然後跌停給你看台股現在熱浪 讓現在沖昏了頭 如果明天上萬七 如果接下來攻萬七 哪一些該爆 哪一些該跑 對現在裡面來講 我們可以剛剛看得出來 外資也開始針對一些 比較沒有漲這麼多的股票 他去買 那我們現在在選股也可以考慮說 你可以從同族群中找 比較沒有漲這麼多 但他成長性是要存在的 那你在今天可以發覺到 很多的PCB個股都在漲 那為什麼 因為就是AI伺服器的熱浪 因為AI伺服器跟伺服器是不一樣的 伺服器在今年2023年會衰退 那AI伺服器目前占1% 可是到年底會占3% 但是他的報價差別在哪裡 原始的一個伺服器 不叫AI伺服器的話 一台最多報1萬美金 現在可以報15到20萬 那這個中間就很大的差別 為什麼獲率會差很多 我們先來看今天裡面最夯的 是不是CCL銅箔基板 第一個銅價在跌嘛 他成本就變比較便宜 那銅箔基板裡面來講的話 他會從12層到14層 這是過去 演變到16層到18層 那請問現在這個是伺服器 就要16到18 那AI伺服器可以到幾層 20層 那20層 那這個中間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銅箔基板是叫做PCB的中油 對上面就有銅箔 這個叫上油嘛 材料的部分 那銅箔基板在中油 下面就是叫做印刷電路板 那你來看 為什麼中間的差別在這麼多 這邊有一個柱狀圖 那這個就就跟你的高速傳輸 跟高頻上面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 我如果我現在裡面越要往高頻 請問AI伺服器 是不是要高寬頻 高頻的傳輸的部分 你越往上 你的製作的難度越高 因為你的耗損值啊 你的差別在哪裡 那你的單價呢 就是這樣跳 所以你的毛利會很高 因為他製作難度很高 所以CCL就是 是不是從已經到20層 我說20層他的單價就是跳 為什麼 因為他耗損值很高 那ABF 因為他運用到 我剛剛講的 不管GPU 不管你的高階的封裝 是不是要用到ABF 而且呢 他從10層到20層 而且他雖然20層 他用的面積越大 那面積越大 是不是單價就越高 那另外部分 我們說AI伺服器 就是從Wi-Fi6到Wi-Fi7 從所謂的一個100G的交換器 要到400G的交換器 那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是你100G的交換器 是26到28層 那你400G是到36層 這個層數是不是增加 對 一增加你的單價就高了嘛 那大家知道這個單價差多少嗎 6層 也就是說我100G的交換器到400G的交換器 到AI的處理器呢 我的PCB的一個部分裡面高 就譬如說新香店那個叫做高速傳輸板的部分 或是見頂這個叫高速傳輸板的部分 我的一個單價的報價會成長60% 那這樣子大家就出來知道說為什麼在最近會漲到這一個 那為什麼漲到這一個呢 另外一個他們的位階 之前都受到手機 所以會衰退 今年會衰退所以沒漲到 可是大家已經知道明年一定成長 所以開始回過頭來法輪再買這個區塊 那第二個就是在汽車的部分 汽車最近大家可以發現為什麼汽車這麼行 原因就是請問駐華 你之前訂的車子多久才拿到 我等了九個月快要一年 大家知道現在你訂車多久可以拿到嗎 多久 大概兩三個月就可以拿到 甚至一個月可以拿到 因為IC晶片已經不缺 所以美國股市在最近裡面很會漲的 我上次又告訴大家 除了AI之外 就是汽車 因為汽車現在整體車子裡面 在IC不缺的時候出來 所以你之前要買叫做汽車晶片概念股 你現在買的叫做零組件整車的概念個股 不然中華車之前在漲什麼 因為他出貨越來越順 所以在這種過程 大家知道汽車的銷售量以今年的預估 會年增3.8 那大家看清楚你的選股要選對 你不要選不對 你看 美國增加多少 整體是3.8 美國增加35% 歐洲增加17% 為什麼 因為美國舉在上限調高之後 就是在補助電動車 就是在補助充電裝 那全球的電動車會達到670萬台 到1110萬台 年增35% 所以說這個區塊上面 當然整個車用 他每次選股的邏輯都不一樣 可是你要知道說以前你要買IC股 車用IC股 現在你要買整車或是零組件的概念股 才能夠因此而收回 我有一張圖來看一下 這個柱狀圖是很可怕 你懂就知道 為什麼這幾年 我一直跟大家講 車用是不會缺席主流的原因 就是這裡 可是你來看 在之前裡面來講話 這個跟這個比 這個跟這個比 中國大陸是叫爆發性的一個成長 可是慢慢的你來看 藍色的就是所謂的美國 那個咖啡色的是歐洲 有沒有看到 他的柱狀圖正在大幅的增加 所以你未來裡面來講話 你選擇 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說過 美日貿易戰打到第七個的時候 就是打到第四個的時候 就是汽車 中國的汽車會被打到 所以你可能未來裡面要選擇 歐洲跟美國的汽車相關概念各國 有沒有發覺到特斯拉 不管你怎麼罵他 最近的漲幅在那是很大的 OK好 這兩個族群 所以車 然後還有伺服器 先來看相關概念股 PCB的族群 那剛剛講CCL嘛 在今天裡面最強的就是台光電 跟台藥 那你來看他的EPS 這幾個 其實EPS都沒有成長性 那都是比去年衰退 那為什麼現在都開始大漲 我們可以發覺到 他們的位階 我們把台光電看月線 每一檔股票都看月線或週線都可以 你來看你就懂為什麼 你要發覺 他沒有過高啊 請問廣達是不是過高了 那偽創不知道過到哪裡 所以他相對硬的在AI概念個股比較低嘛 那再過來我們來看6274的台藥 更低對不對 3044的見頂 有沒有看比較長一點點都比較低嘛 你來看就知道了 所以在最近裡面大家就是會從低位階的考量 那你自己再去比你要買什麼 買什麼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譬如說 我就舉例第二檔的台藥 那你買他 你要知道他的位階 明年的成長性蠻大的 可是你今年呢 你今年對應他的國家就比較貴 那金箱電是因為還有減資 那你再對應出來 你可以發覺到 假設你這樣子來看 他們都是對應到什麼 今年的獲利朝向什麼 20倍 所以你就自己去選擇沒有到20倍的個股 那我先跟他講說 新興跟南地最近第二季還是會衰退 只要有手機的還是會衰退 台光電也都一樣 但是你只要這些股票拉回 我就說過到今年的下半年 到明年上半年會成長 那就選擇相對本應比比較低的 去做一些的操作 好OKPCB族群選擇相對本應比比較低 拉回介入 接下來汽車族群 汽車族群那這就要看 我剛剛就選 跟大家講 第一個你要選擇歐洲跟美國 那3346的例清呢 他這個是之前有接中國的 但是我跟大家講 中國的訂單其實是衰退的 可是他歐洲跟美國的訂單 我剛講IRA是過了 大家知道現在的集單是什麼嗎 就是來自於歐洲跟美國 那我已經跟大家講 四月營收沒有成長 但是五月六月會上去 第二季會比第一季成長20% 其實應該是25% 那也就是說去年是虧損的 沒什麼賺錢的 那今年裡面會賺到兩塊錢 明年會三塊錢 那以慎是沒有估計 以慎是沒有估計的 不過在今天投信有調節 最近這一檔個股一定是土羊隊做 他是做什麼的 機構建 機構建就是在整個車子裡面來講的話 的結構結構體的部分 低軌衛星跟伺服器的部分 第二季應該是持穩的 那現在大家都想那華福呢 華福到底在漲什麼 說實在華福看今年的獲利 敢買的我隨便你 因為今年對比起來本益比快要三十倍 對可是問題是我就跟他講說 re-rate 我剛剛為什麼跟他講說 像剛剛談到CCL啦 或是高速傳輸版啦 或是ABF大家敢買的一個原因 他就是re-rate 用明年到獲利來看 就是說華福如果以明年獲利看七塊多來看 大家會覺得20倍本益比 汽車至少20倍本益比 他不到 他不到 所以大家就還是在買他是 那問題就來了 那飛鴻怎麼看 飛鴻就怎麼看你都覺得 完全沒有辦法用本益比去計算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跟他講 我剛才談到一個IRA IRA的一個部分就是 如果你在歐洲跟美國 你可以有訂單的話 你就可以受到一些的補助 那飛鴻就是有這個區塊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點點在尬空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3316的利清跟2457的飛鴻就好了 來看 我們來看長一點點 你來看這是不是就低基期 那為什麼說看長的原因 看長就知道他剛剛突破了頸線 帶大量 量市價的先行指標就表示他要過高 了解 那我們再看2457的飛鴻 那飛鴻其實最好買點應該是在這裡 哇 他在這裡 那你現在來看把它拉開拉開到最近裡面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他下跌也沒有量 上漲也沒有量 可是如果我們以近期 近期裡面最大量是不是這一天 我們來移到這一天沒有灌破 鎖得很穩對不對 他灌破可是守住月線又上來了 所以這一檔個我告訴大家很簡單 就是月線了解沒有破月線之前都不用過度緊張 那這個我會建議大家你已經從在之前裡面 你可能放很久賺很多對不對 你變成當沖天堂 用沖的 這檔個股變成當沖標的會比較好一點 了解好謝謝鼠方老師幫我們上課請回座了 所以汽車還有接下來的PCB組 特別是銅箔基板族群 邏輯在產業的位置告訴你了 個股跟題材提供給你做參考了 休息一下 我們要告訴您現在六月份正式的進入除全息的旺季了 最近陸續已經股東會拍板定案 很多電子全職股大型股直律率表現非常亮眼 但過去誰是田習的常勝軍 現在空手的怎麼操作一檔一檔個股 除全息行情到田習有哪幾段可以做 怎麼做休息一下稍後告訴您 今天收集的話就準備了